大家好,我是亚欣 上一期我们聊了匹挂 匹挂是64挂当中可以说是最坏的一种情境了 处在人生的低谷 匹挂并不是在告诉我们 我现在有多么的糟糕,有多么的不好 它其实是想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自己 相信相信的力量 凡是好事都会有好事多磨 而匹到了极点就会转向太挂了 匹挂,天地不交阻塞 但是我们的内心不要用度 我们要有一份信心 相信自己这只是一时的考验 不久我们会迎来人生更美好的成功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往下聊 我们要共同分享的是64挂当中的同人挂 我们先说吧 一听这个挂名 大家一定感觉到好像还不错啊 可以这么说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易经的精髓是什么 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我们总是在强调这句话 同人挂的下挂 为梨,为火,为人的眼睛 而上挂呢 为前,为金,为人的头部 我们从整个挂的挂项来看 上有头,下有眼 那么现在已经看了一段时间 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会联想到什么呢 先自己想象一下 不管是什么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情境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 我重点想说的是什么呢 是两个字 叫做团结 为什么 大家看 有头 就是有领导 因为头头嘛 就是老大呀 那么下面有眼睛 眼睛是什么 是耳目 是群众 或者说呢 是部下 是领导的耳目 多好的配合 是不是 你看 天上这个有火 我们可以 埋锅做饭 古人呢 太有智慧了 我们古人通过观察天地人事 总结得很凝炼 可能也只有一惊了 那么这一挂像 对于当代我们年轻人来讲 对于我们创业的年轻人来讲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这个时代 我们离开了合作 我们就寸步难行 合作共赢呢 其实就是同人挂最好的写照 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 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认为 哎呀 我们自己有专业 加深是吧 只要我肯吃苦 我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但是他们真的成功了吗 其实 最后成功的还是少数 那么他们忽略的 其实往往就是 合作团结的重要性 上挂为天 下挂为火 那么火在古代 那人们是很崇拜的 因为火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 从最开始的钻木取火 到现在火成了 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其实火无时无刻 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而天火和呢 我们想天火和则百事和 如果火大当然也不行 物极必反嘛 也会给我们带来这个灾害 所以说火是一个让我们既喜欢又害怕的东西 用好了很幸福 用不好就是灾难 所以我们从这个挂项当中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虽然告诉我们合作的重要性 但是合作 合作的分寸 也就是这个火猴的把握 很重要 同人挂呢 上挂全是羊摇 是前代表着钢剑 而下挂呢 是离挂 中间是阴摇 上下都是阴摇 六个摇 它有五个阴摇 只有一个阴摇 那这个阴摇啊 很弱吗 不对 这个阴摇太厉害了 它掌管着五个阴摇 就好比是 我们都说 阴代表女人 阴代表着男人 就说这个一个女人 它管着五个男人 这一个女人 能在五个男人当中周旋 是不是太厉害了 周旋好了 这就叫做大同 古则天历史上最好的例子 那周旋不好呢 这五个男人争一个女人 这个男人女人 就有可能两败俱伤 所以说天火同人挂 从始到终 它其实都在讲述一个故事 一个女人和五个男人的故事 那生活当中 这样的例子 有吗 很多 我们说 如果我们想干事创业 那么最好 我们在最初的这个团队里面 一定要有女人 当然也必须要有男人 为什么 因为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可是如果 全是男人 或者全是女人 这样好吗 我想不好 如果全是男人 男人们比较容易 刚愎自用 而全是女人呢 好像又 太过于优柔寡断 当然在这里啊 其实我不单单是指性别 因为很多创业合伙人 他们就全是男性 也有很成功的 但是我想 男性里面 一定有一个人 他充当了女性的那种角色 他拥有女性的细腻啊 或者说深思熟虑 所以说这个我们不单单是指性别 还有性格的因素 同仁卦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学会团结合作 齐心协力 我们才可能干出大事业 如果说生活当中 你正处在同仁卦的情境 也不要因为意识的团结而高枕无忧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其中的忧患 可能是一个女人带来的五个男人的战争 也可能是五个男人 因为一个女人而相互残杀 一切因女人而起 当然 这个画像也告诉了我们 说女人要是强大了 可以推倒半边天 不要因为自己的性别观念 就瞧不起女同志啊 当然 女同志你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优势 而沾沾自喜 只有相互尊重 相互敬重 才可以大同 这就是天火同仁卦的实际内涵 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下一期我们要共同分享的是 六十四卦当中 大有卦的人生哲学 下期再见